这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穿越者王莽的落幕时刻 为了彻底的消灭汉军 他派42万大军前往围剿 没想到却被刘秀率领伊万大军打败 让他彻底的绝望 42万对伊万本来是毫无悬念的战斗 可就当刘秀马上要被消灭时 却突然天降陨石 42万大军全军覆没 没有办法的王莽只能设谈祭天 祈求上天也能帮他消灭刘秀 但是王莽的如意算盘终究是落了空 作为未面之子的刘秀显然更得老天的钟爱 而且昆杨一战 刘秀不仅仅是颠覆了大兴政权的有生力量 更是打响了刘秀天地之子的名声 这让汉军士气震望 在刘秀的率领下直接威逼长安 势必要一战彻底杀了王莽 这让待在未央宫的王莽忍不住气急 他从政以来不断地进行社会属性的改革 许许多多都是为民争利 王莽不理解为什么他所颁布的 这些十分适合民生的政策 反而还引起了许多农民的不乐意 甚至还频繁地造他新朝的反 但是这个问题容不得他思考 汉军已经杀进了长安城 更是不断地涌进未央宫 下面的进士也顾不得还在不断念叨着清真的王莽 直接强行护送他前往了后殿 作为一个能够装圣人装了三十年 让天下都幸福最后终于坐上皇位的一代雄才 王莽现在宁愿赴死也不愿意再四处奔逃 面对着无穷无尽的汉军 他再次喊出来当年登基时候的话 顺我者长 你我者亡 但是现在的他 已经不再是那个两件就可以刺伤流秀的豪杰了 只能被迫地被涌上来的汉军乱刀砍死 就此统治中原大帝十六年的新朝覆灭 虽然大兴政权的生命很短 但是其皇帝王莽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改革家 却以着穿越者的名号留存于是 这也可能是对于他那过于超前的社会制度的一种包养